此外草案对餐饮服务提供者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草案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 在醒目位置张贴或摆放反食品浪费标志 或者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 草案还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 收取处理厨仪垃圾的相应费用 此外草案还规定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 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因视频信息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